根据美国相关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正在着手研究下一代战斗机 这种战斗机将会在2030年服役 代替现役FA-18EF和F-35战斗机 美国海军将下一代战斗机称之为NGAD项目 这个名称意味着NGAD将会是一种类似于F-14空中优势战斗机 而不是FA-18EF这样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海军现役主力战斗机主要有两种 FA-18EF和F-35 其中FA-18EF存在一个较大技术缺陷 那就是超音速性能欠佳 拦截能力偏低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 中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能力迅速增强 加上信息探测 目标指示系统升级 对航母打击能力得到飞跃 这样FA-18EF拦截能力偏低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 因此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对于下一代战斗机 要求重点发生了明显变化 那就是再次重视速度和航程 这两个指标对于航母舰载战斗机来说是非常重要 前不久 中国相关单位已经透露新一代战斗机配套发动机 表明中国下一代战斗机研制计划也拉开大幕 现在美国海军也开始研制下一代战斗机 这表明第六代战斗机即将登场 我们可能会在2030年之后看到新一代战斗机 从全球范围来看 欧洲 俄罗斯还在为第五代战斗机奋斗 第六代战斗机启动可能还需要时日 因此 中美两国可能是最早研制装备第六代战斗机的国家 近身格斗是解放军的必修课 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解放军不去学习我们传承了千年的中华武术 而去学一些简单的格斗术呢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军武为您揭秘